这个女孩一出生就差点把妈妈吓死 因为她不仅有一对招风儿 还长了个硕大的猪鼻子 父母害怕家族因此蒙羞 于是立即要给刚出生的婴儿进行全练整容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女孩的颈动脉竟然穿过鼻子 想要切除根本是不可能的 而女孩之所以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曾有女巫诅咒了她的家族 只要这个家族出生的女儿就会天生猪脸 除非出现一位同为贵族的真命天子 真心宣誓至死不渝的爱情 诅咒才会解除 于是在女孩成人之前 她都被藏在家族的豪宅中 几乎不与外人接触 总算到了她18岁那天 母亲为了女儿能早日恢复容貌 特意安排了一次相亲 英俊的男人独自在房间表白心意 然而当女孩出现的一瞬间 她就被吓得屁滚尿流 头也不回地跑了 见此情形 母亲打算换个策略 她又选了一位高度近视的熟呆子 可当对方戴上眼镜的那一刻 历史再次重演了 管家会及时出现 将这些小伙子抓回来 给上一笔封口费 免得女孩的秘密暴露 可这样的事情多了 总会出现漏网之鱼 其中一个金发男就天赋异禀 不仅逃过了管家的抓捕 还一路跑进警察局 报警说有个奇丑无比的 猪脸女骗婚 要求警察去逮捕 警察也只当她脑子有病 派人把她扔了出去 一个独眼记者听说这件事后 立即找上门 他想和金发男联手 搞出个惊天动地的独家新闻 这是一场特殊的相亲会 全城的富二代齐聚一堂 等待神秘富家女的挑选 可等女孩一出现 男人们又全部仓皇逃离 只因这个妙龄少女的脸上 竟有一颗硕大的猪鼻 她对这种场面已经见怪不怪了 自从自己成年后 这种事情发生了不下百次 女孩回到房间 希望劝说母亲停止现在的行为 不要再执着于把自己嫁出去 可就在这时 她竟无意间瞥见 监控画面里 还有一个男人留了下来 母亲也对此感到无比惊喜 可他们并不知道 这个男人刚进门就倒在了地上 根本没有看见 其他人夺门而出的一幕 女孩想要再对男人进行一番试探 她刚到楼下 就看见男人将一本书揣进怀里 见男人装傻 他继续补充道 男人这才把书放回桌面 表示自己只是看这本书比较值钱 所以想偷偷带走 可女孩并没有斥责他 反而还指出了书架上最贵的一本 说完女孩转身离开 涂流男人对着镜子呼唤 原来这是个单面镜 从屋内无法看到镜子后的女孩 女孩故意弄出声响 装作已经离开的样子 再悄悄返回镜子前面观察 只见男人拿上书离开 又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他也十分好奇 这个帮助自己盗窃书籍的女孩 究竟是什么模样 女孩趴在镜子前 看着男人俊秀的脸庞 内心不由地生起一股自卑感 看男孩这次真的要离开 他忍不住开口叫住对方 女孩的心里出现一丝期待 殊不知 这个男人竟然是独眼记者 和金发男的卧底 他们雇佣这个潦倒的贵族男人 让他潜入相亲会 拍摄女孩的猪脸照片 想以此博得头版头条 之后的一段时间 男人每天都来 变着花样哄女孩开心 就这样一种莫名的情愫 已经在两人之间产生 终于女孩觉得时机成熟 或许两人应该见面试试 然而他真的出现的那一刻 男人的表现和其他人 也没有什么不同 看见男人惊慌失措的样子 这次是女孩落荒而逃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 并趁着父母不注意 悄悄离开了这座囚禁他20年的牢笼 此时他还不知道 正是这一决定 让他回归了正常人的世界 女孩一年四季都用围巾遮掩 有人路过身边 他都会抱头蹲下 种种怪异的习惯 都只因为女孩天生长了一张猪脸 几个月前 女孩失恋后离家出走 决定逃离母亲的禁锢 独自去外面感受正常人的世界 周围人的善意让他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不同 可就在这时 报纸上的一则消息给了他当头一报 金发男并没有拿到男人偷拍的照片 于是他找到画像师 通过添油加醋 将女孩塑造成了一个怪物 不料女孩看到新闻后 竟决定主动卖掉自己的照片 除了自己现在身无分文 他也不想余生都在遮掩躲藏中度过 女孩的照片很快登报 母亲看到消息 吓得直接昏死过去 父母根据女孩报平安的信件 找到了他暂住的地方 一番追逐下 围巾导致女孩缺氧昏迷 等他再次醒来 自己已经躺在医院 病房外都是文风而来的记者 和大大小小的闪光灯 然而公众并没有嘲讽他的相貌 相反 他一夜之间人气高涨 一下子成了坐拥无数粉丝的名人 金发男也一改往日态度 主动跑到家里向女孩求婚 女孩正要拒绝 却没想到母亲竟站到了金发男那边 母亲希望女孩以大举为重 答应金发男的求婚 从此解除诅咒 让全家的生活回归正规 看着金发男那张并不情愿的脸 显然对方也是迫于压力 才重新出现在这 盛大的婚礼很快举行 金发男想要反悔 可妈妈却让他想想 女孩家丰厚的嫁妆 和女孩现在的名气 只要坚持几分钟 这些都会被他家收入当中 不料等到婚礼宣誓时 女孩竟反悔了 他不愿意因为诅咒 就屈从这样的婚姻 并且经过外面的那段生活 他已经开始学会 接纳现在的自己 一股无形的力量袭来 人生过往如走马灯闪过 母亲听到声音破门而入 竟发现诅咒已经消失 女孩恢复了自己原本的容貌 自此 他决定出去闯荡一番 拥抱自己迟到多年的自由 兜兜转转 一次化妆舞会上 曾经未遂的爱恋又一次重逢 原来当年男人之所以选择拒绝 是因为他并不是诅咒中那个 同为贵族的真命天子 他担心自己一个穷小子 无法破除女孩的诅咒 如今误会消失 隔阂不在 有情人终成眷属 或许从来也没有什么 能够破除咒语的真爱之吻 自真自爱才是源自内心 最强大的力量 能真正拯救生活的人 只有你自己